去年88丰灾之后 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亲自南下与灾民座谈 并且与县府共同协助灾民进行产业重建 并且改善就业问题 其中这座永龄有机农场 就是结合了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一体的有机教育园区 目前已经有100多位重建区的住民与园区内工作 杨秋新对于鸿海的大力支持重建工作表示感恩 计划的话后来未来还要总共100栋 那100栋那这个当时以后蔬菜量就很大 那蔬菜量很大的话我们也谢谢这个鸿海集团 他们很多员工也要帮我们销售 那未来政府也要协助销售 那当然就是未来我们希望 这六年之后要交给县政府来亲民 那那时候我们当然是好找可能一些农民的组合 所以我才请农民他们要经验不要挖起来 要挖起来 以后也要独当一面 要那些来竞争这些 另外我想有机蔬菜的推动 也是我们县服我们鸡在推动的一项农业政策 我们对郭台北是蛮感激的 蛮感恩的 你也看我送你鞋子 这双吗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啊 要几天几了 一天几了 我不要跟他一起找你啊 你我跟你说 这位小小孩这哈 太太 仔细的这我也会哭 没问题 没问题 这我处理都要玩这个吗 你啦我处理我要拖家了 我拖十四平 你贵 你贵吗 我贵 他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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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证 好 好吗 拜托我给他卖一下 他贵吗 拜托我贵吗 拜托我贵吗 这没问题 农业处表示 洪海集团保证收购农产品两年 六年后重建户住民能力培训完成 会将农场移交 重建户自行经营 并且考虑在邻近设置工厂 协助灾民主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